一令一休上路引发劳资双方纷扰 工总秘书长蔡练生 忍不住跳出来痛批是烂苹果 我是讲烂苹果他讲残忍 但一个政策实施到没有人满意 就没有一方满意 我不晓得你们觉得他是 那这个政策是不是应该去检讨 但就是这一句话 据传让小英气的在上周五找来许胜雄质问 大家认识这么久 为何说我是烂苹果又说太残忍 许胜雄则说劳动心智 想把一套法令给所有产业适用 很难照顾到所有人 才会说这个社会提供的环境 实在太残忍 可能是因为有来自少数劳工的压力 或者不敢去碰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问题是要解决的 甚至传出小英上周和工商界会面 松口会考虑提高加班时数 但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 却否认到底让企业界气得跳脚 加班的时间 然后全年里面做调配等等这些 是没有这回事 他们的呼吁我们听到 但是这一部分 并没有在这里面的规划里面 他有讲说 好既然这样子 他们会列入这种考虑 往这个方向来考虑 对外人的这种讲话 不负责任的讲话 我们不予果同 秦家宏强调当时 和总统蔡英文林荃在府内 确实有提到 因为一例一休 让饶资双方苦不堪言 才会提出建议 将一个月的加班时数 从46小时增加到52小时 没想到蔡政府竟自打脸 但是总统讲 对不对 那我不晓得他们 是不是在打脸总统 我不知道 那我不晓得 那政府高层是不是有问题 然而劳动部态度 和行政院一致 表示目前没有具体规划 也没有实陈表 小英出访邦交期间 仿佛群龙无首一团乱 一例一休的争议 尚未平息 反而越闹越大 记者刘良和李文科台北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